我们宁国最尊贵的嘉阳公主 带着诚意 不愿千里前往南国 只是为了造福两国百姓 却不想遭此横祸 无故惨死 还望南国皇帝 能够严惩凶手 给嘉阳公主的死 一个交代 这公主之死 正深表痛心 只是这凶手 还在调查之中 还要怎么调查 嘉阳公主 就死在你们千余位 统领的怀里 燕长云不是凶手 也脱不了干系 必须燕城 还请皇上处死燕长云 这 那日百姓都看到 并非燕统领所为 那为何公主死在燕长云怀里 为了确保我们公主 能够得到公平的对待 我们已经传信回了宁国 如若你们南国不肯处死燕长云 休怪我宁国十万铁骑压境 你没有十万铁骑 我们南国的千余位 也不是吃素的呀 参见皇上 爱情平身 各位使者 我们南国向来是讲道理的 公主死在我们南国 我们也很痛心 当日那么多人在场 凶器却不翼而飞 从公主身上的致命伤口来看 凶器是一把梅花三棱短刃 所以凶手一定另有其人 肯定是有人想在背后搞阴谋 小大人说的有道理啊 对于这种挑起两国战争 杀害公主的卑鄙之人 朕深标谴责 我们南国是一心想跟宁国交好的 没错 另外还有一事 需要宁国使者为我们解惑 别卖关子了 有话直说 抬上来 这不是刘公公吗 怎么成这副样子啊 小刀子啊 你看 这位是刘公公 诸位可能不认识 但是 他可是皇上身边 最最信赖的太监 皇上离开他一天都度日如年 没错 正是因为用了你们宁国的玉带箱 看看 都变成什么样了 原本活蹦乱跳的一个人 现在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 你们说出为什么呢 我 我们怎么知道是为什么 好 那我来告诉你们 我们的太医 在玉带箱里 查出了朱银粉 这朱银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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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南国 朱银粉是明令禁止的 你们是不是该给我们一个交代呢 叫叫 皇上 这个是我们的太医 从刘公公体内提取出 因为过量熏玉带箱 而沉积朱银粉成分的证明 你们远来是客 朱以礼相待 可是关于这件事情 你们是不是应该给朱一个交代呀 本来这件事情呢 光乎两国邦交 没有证据 朱是不想拿到台面上的 可是你们咄咄逼人 我南国国父名强 何惧你们宁果 我们不主动侵略他国 但也不惧来犯 只是朕是异国之君 考虑的是异国百姓 所以才对你们以何违规 这玉带箱中含有银粉 我等并不知情 还请皇上明察 行了 行了 朕呢 也不是这般小气质 南国与宁国的通商继续 但是这玉带箱 那是万万不可 为了弥补我们 南国人民受伤的小心灵 这关税方面嘛 再加两成 萧尚说 今日朝堂所议 你怎么看 回皇上 今日朝上 已经向宁国证明 玉带箱内涵有朱银粉 宁国此举 意图不明啊 嗯 既然他们理亏 那宁国要求朕处死 燕昌云之事 朕就不答应了 怎么 爱卿有疑义吗 啊 臣不敢 只是皇上 这家阳公主 毕竟死在了我们南国 总得有个说法吧 朕有一个权宜之计 除夕佳节 有贼人偷盗 有眼无珠 失手挫杀了 无辜的家阳公主 咱们表达痛心的同时 也愿意将这贼人 送往门宫 咱们刑部的死刑犯 还少吗 那 燕昌云怎么办 她身为千语卫的统领 玩忽职守 害得家阳公主被杀 我们总得给人家 宁国一个交代吧 交代 当然交代了 朕要重罚燕昌云 将千语卫同领换人 将燕昌云贬为数名 这样 总算给宁国一个交代了吧 也算给满朝文武一个交代了 臣 遵旨 经查时 燕昌云非杀害家阳公主之凶手 但千语卫负责保卫家阳公主安全 燕昌云有失职之罪 现贬为庶民 永不禄佑 人海茫茫 路漫漫悠长 儿时一面 流年难相望 世间多沧桑 天涯各一方 暮色望凌散 远光复丽莎 兜兜转转还是当年模样 人间悠柔长 情字长心脏 秋刀断水水流淌 年华似水又变泪无恙 木马仙衣只为 娶你红妆 沧桑 沧海间情海最难放 为你舍断今生又何妨 我霸装温柔私藏 与你最一场 不正能与你赤爱一场 何惧风雪扰乱我心放 不少 不忘 不会 是为你忠仇 若与你出现满之情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